1 2 3 4 5 什么声音 中午时你见过吗 这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无敌天坑 想不想偶尔半夜会发出怪声 有手掐到半夜的 半夜的天了 那个天坑人发出怪汗 对对对 前有老人见到 洞口有龙形怪物飞出 当地人称五龙天坑 我们受邀前往一探究竟 万万没想到 竟在深处遇见了震撼心灵的罕见奇观 这时候呢 我们来到了这个五龙天坑的坑 可以看到 这个周边的植被非常茂盛 起了大风啊 起了大风 还一点风都没有 这时候我们丢了几个石头 他起了大风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1 2 3 4 5 感觉下面是落到了平台上 在拴这个绳子的时候啊 我们在这个旁边发现了一株乌头 这个是有剧毒的啊 大家在野外看到了 千万不要误视它 这个是草屋 下面长得像个洋院一样 在村民的注视下 现在做好了保护站 打好安全保护了之后 我们看一下 这个后面 这个就是朦胧天坑 从这里看下去呢 是一个漏斗形的竖井 这个漏斗非常的深邃 做好了双脸保护站 准备从那个位置降下来了 我在这里又做了一个保护站 你看下面 依然是非常的深邃 从那个上面下来 就只能看到一点点光了 然后再看这个石壁 如盘龙素一般 然后再看这个下面 咱们在这里 发现了非常多的 这个动物骨头 小白小白 这里是一头大野猪 这个下面并不大 可能十多个平方 然后在这个角落呢 发现了一个动荡 这时候行军椅已经进去了 我们紧随气候 下去遗憾究竟 看一下这个裂缝究竟通向何方 现在行军椅 下来之后动道变宽了 他们也过来了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旁边是一条走路的 看到没 就是我脚下踩的这一条 继续前进 依然是有中如石的存在 有可能在远古时期 这个洞穴里面 曾经是被水弥漫起来的 哇 好大的洞枪 看 阿智和向阳占那个位置 很大的洞枪 而且上面有很多蝙蝠在乱飞 看一下前面是什么样的工具 哇 好大的洞枪 这可能 可能有几十万地方的容积 那下面有一个云盆 从那个洞顶上面有水流下来 大家看这个上面 这中如石形成了一个鱼嘴 这个虽然没有广西白色的那个漂亮 但是也还是可以啊 不过很可惜的是呢 上面已经没有了水流 哇 这个景色漂亮 像一把巨剑一样 看到没 非常的好看 而且这个水呀特别干净 继续前进 我已经站到了这个巨大洞厅的正中央 我们可以环绕一下四周 现在是三万四千流民的强光手电 依然是打不进这个洞枪的所有风景 我们可以看到 那个上面悬挂的有中如石鳍 这个洞顶以洞底的高度呢 差不多是三十来米 非常的震撼啊 而且那里有一个巨大的中如石鳍 这是非常漂亮的啊 它是长年的鱼啊 这个洞里面 洞壁上面渗出来的水了 经过这个地形的引力 这样倾泻而下 然后里面的钙美粒子呢 一层一层的堆积 可能每一千万年就生长那么几毫米几厘米 哇 这有一种原始洪荒的感觉 这里看上去 是不是特别壮观 现在我的队友他们在那边啊 我们去这个中如石的后面看一下 有没有中道 队友离我已经超过了百米的距离 只能看到它的电筒光了 好大呀 这个空间是一个 从来没有影像资料的这样一个 地下秘境 在阿兹的正前方 有一根石柱 好是金箍棒 怎么了 有这种场景 哇塞 天呐 嗨 大家看这个中如石长得非常漂亮 我已经无法用语言来形容它的震撼了 就是这个石头 真的非常非常的形象 比如像一个妈妈抱着她的小孩子 正在哺乳的这样一种场景 这真的是大自然造化神奇 这里是头啊 它是面朝我们这边的 这边是它的背 穿的是一个苗祖服装 这个蓝色裙子啊 这样一种感觉 然后是双手怀抱着银耳 然后还有头饰 这看着太神奇了 好形象啊 上面的中如石也是非常好看的 我们去那边看一下 像蘑菇一样 看这里像蘑菇 也有一点像水母 像凌芝 看这上面 中如石齐石蔓 这个像不像那个青铜神树啊 就是像洋后面的这一根柱子啊 非常的漂亮 周边查看了一下 是没有别的洞道了 我们准备原路返回 并没有发现老人说的这个龙的踪迹 但是中如石非常漂亮 咱们在返回的途中呢 遇到了这些散落一地的陶瓷罐 这个应该是母龙天坑上面丢下来的 最后有水牛呢 带到了这个洞道深处 看这里是这种碎碗底 还有陶瓷碎片 这边呢 还有这种比较完整的青花碗 这个看起来时间已经非常久远了 那本期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 没事吧 我被卡在这里 每一场爱家镇有一窗户洞 相传窗户洞可连通另一面悬崖绝壁 数百年前 住有三户人家 家中老人军打九旬高龄 今天跟随我的镜头 看密窗户洞人的生活遗迹 这里发现了一个盐屋 里面有人类居住过的痕迹 哇塞 这个墙打得很标准 很多户人家连在一起的嘛 哇 这里就比较漂亮了 天呐 游魂鬼不要害人 害人则短命 既然都成了游魂鬼 他还怕短命吗 哇塞 这个像个寺庙一样 佇立在这个洞窗的中间 123 这个他是 粮食是从特别下去的 特别可能漏去的 我觉得粮食应该从特别下去的 现在我们进洞 一探究竟了 有人呢 哇 我们到那个里面呢 去一探究竟 接下来去 啊 没事吧 啊 断了 石头断了 我说一定要注意安全了 这里面不知道有没有人要看 这有吧 哇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看看 骨头 这里明显有熬过销的痕迹 要等他一个完整的交通 这里竟然还有人生活 哇塞 这个很矮啊 这里可能不到一米高了 哎呀哎呀 趴着过 哇塞 坐着过 放备啊 这种闷热的天气 就小心有那个毒蛇 会盘踞在这个路口 反正小心一点 哇 这里面空间还可以 哎 有蝙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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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洞腔比较大 好像有类似瘴气的东西 蝙蝠 蝙蝠看到没有 古老的成绩 没有那款 这个可能就是 明国时期的 这里有个完整的销坑 看到没有 流域军 依然是这个 纯基土啊 这应该是挖销框的时候 没有挖到这里面来 这一层薄壳状的 里面都富含销 销土 这空间还很大呢 没路了吗 进去看一下 哇 这里空间很大 但是好像是已经没路了 咱们在进入这种 沉积岩形成的溶洞之前呢 一定要看好外面的天气 因为在外面下暴雨的时候啊 这个沉积石呢 它是一层一层的 要是雨水过重 在里面有说话的声音 有震动的这种情况 它就会落石 可能会遇到危险 这是草女虫 它是喜欢生长在这个 比较阴冷潮湿的地方 这个里面有麻烦啊 是吧 这全部是这种沉积岩 这个里面会有麻烦 有的也有玉 它这一整片山都是这种 沉积岩 像那个干涸的河床 这边山上在下雨 是啊 就是另外一片山 幸亏没有被包啊 要被它包的话出来还不容易啊 那时候我们已经探明了这个洞啊 先是进入这个洞口 从那个土坎跌落 是有惊无险的 后进入那个主洞道呢 是有一只南鸟指路 白转千回 后进入狭窄的涌道 找到另外一个出口 柳万花明 后来呢 又是经过那个旁边 需要匍匐前进的那个洞道 出来了 又回到了原地 算是峰回路转 好了 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户外了 别忘了点点关注 感谢大家观看 拜拜